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温馨无愧是两方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野猪肉就是老虎肉的味道 哀家问你老虎肉的味道 你说是野猪肉的味道 哀家问你野猪肉的味道 你说是老虎肉的味道 这不是废话吗 是废话 大胆 竟敢在老佛爷面前说废话 李总管 那你交给奴婢该怎么说 老虎肉是个啥味道啊 李总管你吃过吗 你说啊 好了好了 不说这些个了 金山椒 奴婢在 这几天哪 把你调教得强多了 懂得宫里的一些规矩了 可惜啊 可惜你出身卑微 不然的话 哀家真让你做一个真妃了 回太后老佛爷 只要您一句话 我爹就不是打猎的 是吗 只要您一句话 我爹就是个大将军 就能统领千军万马 一个打猎的 还封大将军 这岂不是笑话吗 好了不说了 金山椒 从今儿起 你都到皇上那边 去伺候皇上 白天哪 陪皇上下下棋 晚上 就回自己的住处 要好好地待着 奴婢遵旨 下去吧 谢太后老佛爷 太后老佛爷移旨 奴婢 太后老佛爷的依旨 弹公正 把那个贾珍妃娘娘给您送来了 进来吧 还不叩见皇上 奴婢给皇上请安 皇上 太后有旨 这个贾珍妃白天陪您下棋 晚上还得回宫暖住的地方 去睡觉 知道了 你们都下去吧 喳 皇上 您别这么看着我呀 您想让我干什么呀 下棋 喝茶 皇上 您可千万别这样 这要是让太后老佛爷知道了 还以为奴婢我欺负您了 那奴婢又得挨罚了 一看见你 朕就自然而然地又想起真妃来了 好好的一个人 硬是被他们活生生地 给塞进井里去了 皇上 您是大清朝第一人 凡事得想得开啊 朕最贴心的爱妃 被活生生地塞到井里头 你说 朕能想得开吗 此恨绵绵 无绝其养 皇上 您恨谁呀 朕 皇上不说我也知道 皇上不说我也知道 这样吧 我给您唱一段苍州小调 保准皇上您听了就解恨 您唱吧 Że行 蜂子叮绕老虎痴人 小柜左摇燕望那魂 这世上最独 莫过夫人心愿 好听 再唱一遍 腿上有劲 腿上有劲 叩叩肾 弯弯腰 叩叩肾 叩肾 叩叩肾 叩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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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儿可太累了 晚上啊 准睡个好觉 好了 歇会儿歇会儿 起来乐儿 在 你可真不愧是一位神医啊 太后老佛爷 这世上就根本没什么神医 实在是不敢当 不敢当啊 是神医 也用药神奇啊 皇上生病 你给皇上开的一味药 真是太神奇了 皇上的病根 在真妃身上 你女徒弟假真妃 就是医治皇上心病的 一味良药啊 太后老佛爷 用西洋郎中史弊斯的话说 这是他们西洋大郎中 扶老医德的心理疗法呀 你给哀家治病 用的六味帝皇丸 这味药 秦太医说 是给男人治病的药 你居然把哀家的白头发 调理成了灰头发 太后老佛爷啊 您只要继续服用此药 那白头发会变成黑头发的 哀家再说一遍 这六味帝皇丸哪 这个丸子不吉利 随便改个什么名嘛 叫六味帝皇伞 哦 这个伞子也不好 也不吉利 那 那哀家改个名吧 就叫六味帝皇高吧 谢太后老佛爷赐名 就叫六味帝皇高 换堂不换药 太后老佛爷您圣名 这扣肾疗法呀 这扣肾疗法呀 哀家一见你就想起来了 你不在的时候啊 哀家就忘了 再说了 哀家每次见到你呀 都那么点头弯腰的 那些奴才们见了我 都在背后嚼舌头跟子 要不换一种扣肾疗法吧 要换个疗法 太后老佛爷啊 有一种法子 我不知道当奖不当奖啊 有什么不当奖的 只要是给哀家治好病 让哀家健健康康的 你说就是了 太后老佛爷 不知您见过那些农村乡下的 七老八十的老婆子了吗 见过呀 从山西到陕西一路走来 哀家见过很多 七老八十的老婆子 可为什么 他们的身子骨都那么硬朗呢 这正是我要禀告太后老佛爷子 这乡下的老婆子呀 都七老八十了 那身体还健健康康 硬硬朗朗的 就是因为他们大年轻的时候 都要干很多活计 其中有一件事情 是谁都免不了的 干的什么活计呀 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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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十分 十分 这种活计呀 看似简单哪 其实她 她对全身都有好处啊 这是对太后老佛爷这万金之躯 对于 不是雅官 我还是不说为好 不说为好啊 说 那我说 陕西这一带呀 这用的十分的是小铲子 看见牛粪 羊粪 驴马粪 拿小铲这么一铲 铲 铲 往那粪筐里一磕 就算拾起来了 黄鹤一难哪 那小粪铲它就不是平的 它是这么勾起来的 叫粪耙子 看见牛粪 羊粪 驴马粪 拿鞋底子这么一挡 把这个粪 往鞋底子跟前这么一勾 就算拾起来了 往肩上的被篓子这么一磕 这就 猫腰了 拾粪了 猫腰了 拾粪了 这就强身健体 锻炼了肾 也养了气 强精补肾 不知太后老佛爷 拿胆 沈来了 你说什么呢 放肆 我不敢说 我不说了 说 太后老佛爷 还要我说 我 我觉得这是个好法子 让哀家去十分 不 我没这么说 我只是说呀 这十分哪 不光能强身健体 更重要的是 太后老佛爷 您可以体察一下 民间的疾苦 看看老百姓是怎么过的日子呀 这话 这话哀家爱听 太后老佛爷 您圣明 这园子里面 哪有什么猪粪驴粪牛粪的 不光是呀 怎么不高兴了 奴婢没有不高兴 太后老佛爷 让奴婢陪皇上下棋 就得下棋 朕错就错在那天 没有把你藏好 好险 差一点他们 把你丢到井里 多亏皇上相救 奴婢才能逃出一命 其实朕也没有 强迫你的意思 如果你不愿意待在朕的身边 朕就让他们放你走 皇上 奴婢不走 奴婢愿意陪在皇上身边 好啊 皇上 下棋吧 你的手 好像朕妃的手啊 皇上 别 别这样 喜狼仲 皇上在里头正下棋呢 公公 麻烦您通报一声 就说喜来乐想见皇上 您稍等 师傅 是不是想见姨娘了 这地方别姨娘姨娘的 小心割你的舌头 喜狼仲 皇上 喜狼仲 皇上叫你进去呢 皇上 喜狼仲到了 皇上 喜狼仲到了 皇上 再下一盘棋吧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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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後啊 别让狼仲到这儿来了 这人哪 你心里头不能老想着狼仲 想着狼仲就老生病 你却必须 让狼仲 伺候太后老佛爷去吧 好 皇上 那我就不打搅您了 德官 咱走 该你了 师父 德官 走 我有话跟你说 好 好 来 来 你看到我山娇姐了吗 看到了 那我山娇姐她现在还好吗 这咋说呢 走 回屋给你说去 走 这样小点 小点 怎么了 一回来就闷闷不乐的 山娇怎么样了 山娇好像是不认识我了 不认识你了 怎么回事 让太后老佛爷给调教好了 一心一意地陪皇上下棋玩呢 我说是 咋下 兰儿 我估计了你山娇姐 这个 她 她迟早得做皇上的妃子 真的 那我以后再也看不到山娇姐了 你这 这 别别别别 兰儿 你得这么想啊 你山娇姐要是做了皇妃 你就是皇妃的丫鬟啊 不不不 你们情侬姐妹 你到时候就是皇妃的妹妹了 等会儿那个老太婆一死 你就能和山娇姐说上话了 那老太婆啥受死啊 这我可不知道 我又不是阎王爷 不过我要是阎王爷的话 我会早早地把那老妖婆给收了 那你看到我山娇姐的时候 她跟你说过我吗 这 没有 我跟师父就像这样 你山娇姐就从我们身边过去 好像不认识我们似的 师父想上去搭话 她连理都不理 她咋这样呢 你也不知道她咋这样呢 不过我听说 老太婆过些日子 去乡下捡份练妖肾 到时候 我抓恐回到宫里头 就能和你山娇姐说上话了 那你要是看到我山娇姐 你就说我天天想她 小李子 你也别干站着呀 怎么着你也得装扮装扮呢 老佛爷 奴子装扮什么呀 哀家是捡份的 你能装扮什么呀 你也是捡份的呗 太后老佛爷 您不能进啊 不能啊 老佛爷 太后老佛爷 来 您不能进啊 不能啊 老佛爷 万万不能啊 万万不可呀 快吃了 这都怎么了 太后老佛爷 您这般万金之躯 怎能到乡下去捡份哪 老佛爷啊 您可是咱大清的 太后老佛爷 您可千万不能这样啊 太后老佛爷 太后老佛爷 你可千万不能相信 喜来勒的鬼话呀 他这是把您 把您当猴耍呀 大胆 秦太医 你的屁股还没好 怎么又来告喜来勒的 貂壮呢 太后老佛爷 奴才是一死相见啊 那 那简粪 简粪怎么能够 治白头发呢 还有那个毛腰寇肾 那是一派胡言哪 是啊 一派胡言 一派胡言哪 真是一派胡言 是啊 这么说 那喜来勒是忽悠哀家了 是啊 他是一派胡言 是啊 不能相信他 照你们这么说 那哀家已经是老不忠用了 竟听信喜来勒的一派胡言 是不是啊 不不不不敢不敢 不敢不敢不敢 不敢不敢不敢 小李子 奴才在 到乡下去 找几个身体硬朗的老太太来 打 听到了吗 这 这 廷下 走 走 今儿个 请你们三个老婆子来 没有别的事就是聊聊天 别客气 就坐吧 小李子 搬椅子 来人 搬椅把椅子看座 别别别 谢谢老婆爷 谢谢老婆爷 坐这儿就行 我说你 你有五十岁了吧 太后老佛爷说笑话呢 俺没那么年轻 今年七十了 七十岁了 这么大岁数了 你的头发还那么黑呀 平常都干什么呀 回老佛爷 俺带孙子 捡柴火还十分 十分 是啊 重庄稼 重菜 不都得分肥吗 你也十分吗 回老佛爷的话 俺也十分 又六十岁了吧 又六十岁了吧 老佛爷笑话了 我呀 今年七十五了 你都七十五了 是是是 七十五 一点也不像啊 你也十分吧 那当然了 我们这老姐几个呀 每天出去呀 见柴火呀 十分哪 你的头发 黑得发亮 看样子 你比他们两个都年轻 老佛爷说笑话 他们都喊我大姐 我刚过了七十七岁的生日 七十七岁了 对啊 肿整七十七 七十七岁还这么硬朗 你都吃什么呀 咱装护人家 能有什么好吃的 就是玉面糊糊野菜窝头呗 那还能干活吗 能 不干活怎么成啊 干什么活啊 大活我也干不来 就是捡捡柴火 十十分 你也十分 是啊 我一天不捡柴火 不十分哪 我就腰酸背疼 我得天天干活 捡柴火十分 我这吃得香 睡得着 不是啊 对啊 我们招呼这些 就是我们在出地干活 是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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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老佛爷 怎么回事啊这是 太后老佛爷 这就上我大惊颜面了 这人哪 我大惊颜面 我大惊颜面何在呀 听着 今儿个谁挡着哀家去十分 谁就是不想让哀家 一寿延年 谁就是盼着哀家早点死 不敢 不敢 哀家就砍他的脑袋 闪开 нем 您儿子 Jes 快 过路 走 快 滚 来 来 来 姨娘 不不不 山姜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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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顾儿 你叫我姐啊 师父跟我说了 在这种地方 以后再也不能 叫你姨娘了 这两天我也回不去家了 兰儿和玉儿还好吗 山姜姐 兰儿 她 她天天哭 兰儿为啥天天哭啊 想你呗 她就觉得 你当个宫女儿 特憋屈 还是兰儿了解我 沈小姐 你不打算在这宫里待下去 这哪是人待的地方啊 我看皇上挺喜欢你的 皇上也挺可怜的 只要他病好了 我一定逃出去 逃哪儿啊 这 往哪儿逃啊 你 你 你 这院墙还能拦得住我啊 只是我逃出去了 太后不会放过师父和你们的 那咋办呢 大公 你真的喜欢兰儿吗 那还用说吗 我知道 兰儿也喜欢你 你娶了兰儿吧 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去呢 我这儿有只手镯 你帮我交给兰儿 就当是 我送给她的 日后给你成亲的嫁妆 山小姐 你真好 怪不得兰儿一想你 你就哭 我都想哭 你一个大男人 哭什么呀 哭 哭 你以后和兰儿成了亲 一定要好好对她 跟她好好过日子 那还用说吗 小李子 你瞧路上这黑色的小黑蛋蛋 你瞧作邓儿 文着炙 那定然就是粪 太后老佛爷盛名 真是料事如神 这肯定是兰粪错不了 好 小李子 你笑什么 喜来乐说老佛爷啊 猫一次腰就扣一次身 就多一分康介 奴才打心眼里高兴啊 好 小李子啊 哀家要一直在这儿减粪 一直到天黑哀家才回去 太后老佛爷心想事成 这世上再大的难事 也难不倒太后老佛爷呀 好 山娇姐 我什么时候才能看见你啊 兰儿 你别哭了 兰儿 山娇姐说 我要是娶了你 一定要对你好 我得过会一生对你都好的 兰儿你放心 我绝不骗你 没点肉 吃不下去呀这 师父 师父 今天我看见太后跟李总管 去食粪回来 车上拉着一筐的粪 一粒一粒的粪 道夫 我们都吃饭呢 你别粪粪粪的行吗 羊粪 这一筐粪粪拉到宫里 一群太监围过来 大呼小叫 好粪啊 好粪 太后你好会食粪哪 师娘 这才太粪了 能不能加点粪呢 不 肉啊 兰儿 你什么时候有了一个玉琢啊 我忘了告诉大家了 这是姨娘送给兰儿的 姨娘说 这是我和兰儿日后成亲的信物 说完了 鱼儿 给我捞点汤 你看看 这怎么还不 我是各位 今儿个太后老夫爷起得晚 到现在还在用早膳呢 一定是昨天捡温泪头了 老夫爷的病治不好 就把喜来乐砍了 诸位大人 诸位大人 喜来乐搓弄太后老夫爷去 诸位十分 这是治病吗 就是啊 就是啊 这就是丢咱们大清的脸哪 是 就是啊 十个不赦 都嘀咕什么呢 太后老婆爷提上 告诉你们 昨儿晚上哀家睡得好 今儿早上哀家吃得香 这么多年 哀家为大清操心 没有一天睡得好 吃得香 那句话说得好啊 这人要立上等制 做中等人 想下等福 这些年哪 哀家日夜忧愁 没想过一天的福啊 昨儿个哀家捡了一天的粪 享了一天的福 你们这些奴才呀 从来不把这样的好事告诉哀家 看来呀 还只有喜来乐 对哀家是一片真心 今儿个 哀家还要去食粪 要好好地享受 这人间的福气呀 慢点儿 皇上 我们去那边走走 好 去那边 来 太后老婆也吉祥 皇阿玛吉祥 免了 瞧瞧 还真像一对儿了 太后老婆也最近这是怎么了 我看她精神有点不太正常 别胡说八道 那她好端端地 干吗去食粪呢 还不是你师父的主意啊 太后老婆也 您今儿还去食粪呢 是啊 喜朗中哀家吃了你的药 又到农村去捡粪 哀家的头发渐渐变黑了 心宽敞了 气色好了 人也精神了 太后老婆也您要坚持啊 那还用说吗 除了刮风下雨 哀家天天都去食粪 可惜呀 可惜这么大的好事 哀家知道得太晚了 那怎么着 今儿我陪您去 不用了 哀家知道减粪是怎么回事 简单得很呢 走 走了 宋太后老婆也 这几天也不知道山椒妹妹在宫里头怎么样了 能怎么样啊 还不是天天陪着皇上玩 陪着皇上下棋啊 前两天谁跟我说的 半君如半虎 那前些日子谁说的 让山椒妹妹奔个好前程吧 还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那都是谁说的呀 我那不是看你惯着他 我气不过吗我 你说 你说他这几天不在吧 我心里头老惦记着他 你说 天天陪着一个神经兮兮的皇上 还有一个心肠歹毒的太后老佛爷天天盯着 这时间长了准出事 老童子 你想想办法把它弄出来得了 不想办法 说的话呢 跟你说话呢 小李子 在 走了 走了 太好了 皇爷 不好了 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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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了 皇爷 嚷嚷什么呀 好像天药塌了一样 出什么事了 老佛爷 这是英国太晤士棒 这上头 登了老佛爷 捡份的照片 这是法兰西的报纸 也刊登了老佛爷 您在乡下 失份的照片啊 真的吗 让艾家瞧瞧 这杨贵子也太无聊了 老佛爷 这杨人用心险恶 除了刊登老佛爷 捡份的照片 还不怀好意地 胡编乱造文章 大放厥词啊 杨贵子的报纸 都说了些什么 给艾家翻译听听 这日来 西太后出没在 西安郊外乡间捡份 据一些小道传闻和推测 西安的光绪帝和帝党们 念下去 这 光绪帝和帝党们 可能发动了宫廷政变 光绪帝将西太后驱逐出宫 变为庶人 西太后沦落乡间 捡份为生 够了 太后老佛爷 容奴才 斗胆直言 这事 之所以发生 那与喜来乐 是逃不了干系的 让太后老佛爷 到乡下去捡份 是喜来乐的主意 这么快 养鬼子就知道了 独裁 怀疑 是喜来乐给养鬼子通风报信 才制造了这样的假新闻哪 他是颠倒是非 混淆黑白 制造混乱 用心何其毒也 喜来乐 他 罪不可赦 该千刀万刮呀 把喜来乐抓起来 打入死牢 打入死牢 哀家要凌迟了他 和他 打入死牢 对 我们在这边 打入死牢 地球 两个人 的 大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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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